一邊的 Let's go GO 歡迎收看 歡樂製作心 動作品獎金 阿布 歡迎 太棒了 厲害的Stacy 你好 怎麼會動力放在一起 怎麼會 待會兒再來講關係 是... 前面要介紹的程恩好 哈囉 阿姨好 沒有... 小玉好 小玉還沒結婚啊 還沒... 事業做這麼大還沒結婚 沒有...我今天就是 先來觀摩一下 看一下這個節目上 還想不想結婚 應該會 因為今天這一集就是我跟他單手 是喔 還沒有推 這個用不要扯在一起 對 是... 杜麗跟Stacy 對 是... 因為他們關心肥淺 什麼說什麼 然後因為他們兩個人見面的時間 比我跟我太太見面的時間還好 話題也多了 有時候半夜還打電話 一直打... 打到天亮 真的喔 所以你不常在家對不對 對 有時候出外景什麼的 對 那小孩後來就出生了嘛 顏色有不對嗎 有一點黑... 他覺得 起到出來怎麼就有自然捲 我明明是直髮 明明是像捲髮 沒有 這燙的... 所以覺得有點奇怪 小孩看電視 在電視上面看到杜麗會說 莫名其妙說 爸爸 真的還說 這本來就同一個節目啊 很奇怪耶 到底有什麼聯想啊 是看到你喊爸爸 結果導播鏡頭一定要跳到他 跳到杜麗啦 沒有啦 因為... 見面會那麼多 我們是...我是婚禮顧問嘛 然後他是 婚禮樂團啊 對啊 對啊 這是... OK吧 所以你辦很多婚禮 對 然後他們都請杜麗當歌手 對 杜麗很會唱歌 對 好 那這邊我 今天就是家族也是跟艾寶 是... 跟小玉跟... 對... 我跟陳是... 我們是... 拍戲認識 是... 之前認識的 對 之前我們已經合作過兩檔戲 艾寶有小孩了嗎 有 我們有小孩 幾個 我們有一個 一個小朋友 那艾寶之前做什麼 婚故 不是... 不是... 他是護理師 護理師 對... 對 但是防疫時間 是很辛苦 非常辛苦 對... 我們兩個怎麼認識 我們其實... 一萬是... 像他們兩個認識 是因為... 他參加那個人家... 傑克爾哥的婚禮 是叫婚禮 對... 他是主持人 我是婚故 剛好那一場 就因為這樣認識的 這麼剛好 沒有 我們沒有 我們就... 他是... 他是... 是嗎 我怎麼沒有... 沒有啦 不是因為這樣 不過他特別喜歡護士啦 是不是 好... 這樣也沒錯 這個也是大家的一個夢想 對... 很忠敬的一個字 我好像沒有想到那一方面 對 好 今天要上我們生活大師課 今天生活大師 大家必須要學的 因為很多 我們常常不小心 就會觸犯到法律的 對 所以 對 聽得懂我意思嗎 所以學一點法律是好的 對... 所以我們今天生活大師課 馬上進行我們的 生活大師課 來 進行生活大師課 有兩個家族的 一個成恩家族 一個小良家族 今天要談的是 剛剛講法律關係的事情 對 律師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請到這位是 這位律師呢 他有是 帥喔 所以王宏是奶爸律師 非常溫暖 而且他是著重於在婦幼啊 就婦女跟兒童界的 都專門替這些發聲 那最特別的是 近期的外送平台 非常的流行 那他有出來替外送員發聲 喔 那麼一起來歡迎 陳佑昕律師 歡迎 律師好 謝謝 謝謝 律師在這個業界服務多久 我已經做12年 12年 對... 所以民間司法改革 基金會的合作律書 也會 也會參與蠻多活動 還有剛剛講的兒童 兒童福利 對 因為我大學雙修社工 所以我本來就在做一些家暴 跟像兒童的服務 對 一直都有 來 請就位 謝謝 來 第一題請出品 離婚財產怎麼分 離婚 現在談到離婚 對 還結婚好像是離婚 對 還是給... 對 台灣的離婚率居高不下 那離婚其實會衍生很多問題 一般來講離婚衍生的 最主要的兩項大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 對 侵權 我們俗稱監護權要歸誰 可是另外一個 也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就是 就是說 請問 如果離婚的話 夫妻的財產到底怎麼分呢 A B 請作答 來 請舉牌 來 請舉牌 來 獨立 愛寶是誰 都選B耶 因為B...答案就是B 有B...A不同的話 還是答案是B啦 那個愛寶你選擇什麼 但是A啊 是 因為既然把我取出來 就全部都是我的 不是應該這樣嗎 結婚前她的財產 對 也是要分 不小心透露自己的想法 這種感覺就是在針對我吧 我就覺得可... 就是 我跟你結婚我怎麼知道 你之前有多少財產 對 你去國稅局查財產清單 她會有時間 就算時間 用時間去推 對... 然後我們什麼時候結的婚 那結婚以前就是算婚前 對 她已經先查好 她很小氣了 對 我都有去諮詢 不是 朋友...跟我講的 朋友為什麼會莫名跟你講 大家會聊天嘛 我們也會認識一些律師的朋友 為什麼會聊 聊到這個是什麼 其實就是... Stacy有簽離婚協議書嗎 不是 婚前... 婚前協議書 對... 沒有啊 那時候就被拐了 人家說那時候都鬼遮眼啊 對啊 好 杜立 就是跟美國不一樣 我選的是因為我覺得台灣比較公平 在美國就是 當然一定是全部都是要分一個人一半 不管是前還是後 怎麼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 沒有 婚前大家都不知道說 各自的... 可能知道工作 但一定不會清楚知道說 到底多少錢 那婚後大家再來評分 我覺得比較合理 尤其是你之後又有小孩 那可能還會有 共同撫養的這些問題 所以一定是... 妳想說什麼 就是有小孩所以才全部要給我啊 現在只是按是我 就是應該全部都給妳就對了 應該是這樣吧 好... 所以婚後賺來的財產 大家選這個嘛 不是全部財產一人半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好 其實在公布解答之前呢 應該要先提醒一下承恩喔 法律就是婚姻喔 法律絕對不是最大的關鍵 太太都叫妳要選A 妳最好是趕快選A 正確的答案是 B 婚後賺來的財產一人半 恭喜各得五萬 那怎麼去算婚後的財產 可以的 因為基本上 我們還是用國稅局也好 或者是銀行的存款 它會有交易明信 在妳們離婚那一天以前的財產多少 以後的財產多少 那有些財產是之前就登記 像不動產 它登記就會登記在 有一個特定的時間 不動產無邊 它是可以被明確了解 所以說有些人想說 嫁給富二代 那不見得有用 因為富二代的財產很多都是什麼 婚前的 或者是說 他是爸爸媽媽的 他私人財產很少 那個是繼承來的嘛 他不是他賺來的 所以那個也分不到 所以我要等他繼承到 也分不到 要繼承到才可以離 沒有... 繼承到了你也分不到 因為那不是他賺來的財產 那不是他賺來的財產 所以在追求豪門... 在追求豪門嘛 沒有... 沒有 我慶祝了 謝謝 沒有 不要再找富二代 富二代是最窮的 謝謝 平均一行話勝讀十年輸 謝謝 來 第二題 各有五萬 第二題請出 好 分配遺產有學問 八點檔最好看的就是分家產 然後財產鬥爭 所以其實今天我們出一個狀況題 有一個董事長 他知道自己生命剩下不多了 所以他決定在生前 親自錄音錄影 錄音錄影喔 現在科技進步嘛 看到自己 非常神智正常 說出自己未來死了的話 我的遺產要怎麼分配 是 那麼請問 等到董事長過世以後 遺產到底會怎麼分配呢 A 按照他錄音錄影的內容來分配 B 按照他還是依照 法律規定的繼承規定來分配呢 A跟B 請選擇 還是選擇B 奇怪 沒有看什麼 為什麼是B的 D模一樣是重播嘛 為什麼呢 為什麼 他的意思 你們選擇意思說 有的是按照他錄音錄影 怎麼說就怎麼分配 B可以說 那不管 你還是按照你的成績 繼承的法規來算 這個愛寶你是選擇按照錄音 他講什麼就講什麼 對啊 因為電視都這樣演的啊 好 是不是 難道是亂演的嗎 不是說亂演 但你按照錄音 可是你還是要有律師在場啊 他才能公正 他才有法律效益啊 是這樣嗎 是不是 好 小玉 我覺得還是按照繼承法 因為我覺得拍戲的那個 都很多都是 很假的喔 對啊 要戲劇效果嘛 真的不要太相信戲劇 對 好 B也是那個 賀犬 對... 因為有的人比如說 一錄音錄音起來 他就會胡說八道 就像杜莉這樣 所以錄音錄影其實不能為準 他只能是個佐證 還是要這個白紙黑字照法律 而且你也不知道他狀況好 會不會 說不定被瑕迫什麼的 對啊 你看得出來 他喝了三天三夜來錄影嗎 你也看不出來 沒有 不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一樣是B 原因就是因為 你就是要把這些東西交給法管 才算是法律 對啊 所以到底是A還是B呢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的答案是 B 按照繼承法規來分配 好 好 這樣有五萬 是不是我們講這個 其實大家的想法 蠻接近的 不過其實真正的原因 可能大家會有點意外 就是說其實也不是說 什麼要律師或者是法律公正 而是因為我們台灣的民法 從民國二十幾年定出來以後 就沒有改過 如果你要決定遺產怎麼分配的話 你一定要定遺囑 可是法律規定的遺囑只有五種方法 比如說你自己手寫 寫出來那一張 它的效力反而還比那個 錄音錄影 那你寫出來要不要律師來公正 都不用 所以沒有錯 所以說其實剛剛大家以為說 會有律師看或什麼 其實都不需要 可是我們怎麼知道是他寫的 對啊 是他寫的 沒有錯啊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不合理的狀況 我認為目前的法律規定 有它不合理的地方 因為你自己這樣手寫 從頭到尾手寫 寫出一張來 那其實也沒有人知道 你寫的時候有沒有被寫破什麼 但是它的效力 比錄音錄影還大 蛤 對 我建議大家一個方法是 我都很推薦大家去 不一定找律師 因為律師有時候比較貴 有一個比較好的方法是 去法院的公證人 然後法院公證人 你做公證遺囑 它其實是最效力最好最強的一種遺囑 那你要做的時候 你只要用嘴巴講 講給公證人聽 他會幫你打字 做出來 那一份遺囑 是最有效的 哇 這個距離我們很遙遠 對啊 但是小禎常常有跟我聊這個 喂 你看 律師認識小禎吧 謝謝 你看 有失焦了 第三題請出題 好 第三題是 欠錢不還錢怎麼辦 那有時候很為難 剛剛還提到本票 有時候連本票都不好意思 叫他寫 本票借據都沒寫 就借出去了 那碰到這個遲遲不還錢的人 真的很苦惱 請問 如果沒有寫本票或借據 用什麼方法才有可能拿回錢呢 A 請選擇 好 就選A的多了 尋民事途徑提告 Stacy 對啊 因為她答應我要還我錢 然後沒有還我 那不就是騙我嗎 那妳怎麼舉證呢 對啊 就是詐欺 妳沒本票也沒借據 也沒有借據 對 妳LINE有對話啊 對啊 有時候會有一些 應該多少都會有一些對話吧 LINE她會說 比如說問她說 什麼時候還我 讓她回我什麼 就要想辦法自己去搜證啊 錄音 所以妳要告她詐欺 對啊 因為她騙我嘛 對 詐欺不就是騙嗎 詐欺算刑事 詐欺是騙 對 感覺詐欺 她比較容易重視這個問題 告民事 她可能就 那就賠賠錢 找個律師 妳類說明事她沒有刑法的問題 但如果詐欺 她可能會去做的 對 所以選擇告她詐欺 其實她比較願意緩解 她會怕 這是妳有沒有邏輯嘛 對 選擇A呢 這個 這個 民事上妳比較有機會可以 因為 她不是一個刑事案件 她沒有做傷害 沒有 做這樣子的事情 好 她炸妳的錢啊 對 但她沒有傷害妳 那也是一種傷害啊 對啊 那妳借我兩百萬 那妳借我兩百萬 你看有沒有傷害 所以台灣這種糾紛很多啊 對 像我去年跟 蕭亮哥跟我借 借個十萬 她不還 我本來想要去告她 律師跟我說沒有用 所以巡民事不是 你幹嘛告她 你告訴Stacy就好了 對 沒有 因為錢都在她那裡啊 是這樣的 那我就是要告她就對了 哪有啊 告訴她 巡民事途徑提告的有兩位 告她詐欺有四位 你們答案都是A A就對了 以A為主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的答案是 A 尋民事途徑 好啊 可是民事途徑 第一個妳要怎麼舉證 對 其實 其實剛剛大家提到 其實沒有本票沒有借據的話 對啊 其實在舉證上都是有困難的 可是有Line的話對不對 對 剛剛Stacy講的沒有錯 就Line這些是 不是辦法的辦法 對 自己收證嘛 對 自己收證 但是Line這種東西都比較困難 那其實這一個題目啊 真正說為什麼不是走告她詐欺 詐欺是一個刑事案件 為什麼不是這個答案 是因為 其實我們 尤其像現在檢察署 檢察官接到好多好多這樣子的案件 就是借錢不還的 借錢不還的 然後就來告詐欺 那其實有一個名詞啦 我們就有點認為這是 就是說她其實不是真的犯罪 其實是假的 因為借錢 她基本上就是有困難才借錢 所以她當然有可能還不起啊 那除非說她一開始就故意騙你 就是說她其實根本就不缺錢 然後用別的理由 然後騙你 然後把錢給掏出來 那這個東西當然有可能 就是構成詐欺 不然一般標準借錢的狀況的話 它就是一個單純的民事糾紛 它比較不是涉及刑事詐欺 但是奉勸各位啊 借錢的時候喔 是人家求你啊 關鍵都沒有 真的 非常難看 還不知道怎麼開口又不好意思 對 尤其現在時機很不好的 之前前提之下 應該很多人會走轉 對 對不對 第四題 請出題 隨口說說要小心 請 除了書面契約 其實我們的生活裡面 有好多的 那 所以說話如果不算話的話 你要小心會觸法喔 請問 下列情形就算完成口頭契約了 如果不遵守的話 你可能會哀告 A 口頭預定要買房 B 向餐廳預定一桌壽宴 請選擇 有不一樣囉 有答案不一樣 一個是口頭要買房的會觸法 會哀告啦 哀告啦 承恩他們選擇的是 像餐廳預定一桌壽宴 會觸法 小悅 小悅講 我是選 你B 你B 你選餐廳喔 你... 那你是負財 因為我剛才想 因為我最近才買房 所以我之前也有過說 我可能會要這個房子 可是我後來又不要 那對方沒有告我 所以我就想說 B應該才有可能 還是他人太好了 不知道 還是你已經被告了 沒有啦 因為我覺得餐廳是 等於說你跟他訂 他已經準備好菜了 對 那些菜都是準備給你的 而且菜比較客製化 你突然不去了 那些全部都已經小 愛宝是怎樣 真的 為什麼 為什麼呢 你為什麼選擇買房 因為我覺得 因為買房 這件事情是很慎重的事情 然後就是 你竟然都已經跟房仲說 你要買房了 那這個金額 因為買房的金額就很大 所以我覺得 以金額來算的話 應該會觸法 我是這樣子 比較簡單的想法 但是像B的話 像餐廳預定一桌壽宴取消 這件事情會很常發生 就是 如果說這樣子都觸法 那應該很多人都觸法 我是這樣想 Stacy 你選擇 我跟老公一樣 就是陷阱題的方式去思考 因為大家一定會覺得 買房的金額比較高 比較有可能會是觸法 哀告 比較大事 那餐廳的壽宴 就是感覺好像錢比較小 就算了 但是我覺得這種就是 陷阱題的一個狀態 就一定是 其實是比較小的錢 才要被告 好 妳會選嗎 我會選B 因為這種情況就是少見 但是因為它是小兒的 所以才有問的必要 他只是說可能會挨告 這種情形 因為可能 就像剛剛小玉講的 你餐廳的菜是客製化 我為了你這一桌人特別做 可是我房子你不買 我還是可以賣給別人 它是固定的成本已經在那裡 但是B是客製化 是多出來的成本 對 我個人也會選餐廳 因為買房子 你就要付這個握旋金啊 你才有那個 對 才算 不是你嘴巴講一講 對 我不知道對不對 萬一我們真的答錯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的答案是 正確的答案是 一桌就很難 對 其實這個題目啊 可以提供給大家的觀念 是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 那但是有一個重點 有一些契約是一定要書面 好比房屋不動產的買賣契約 它是一定要書面的 所以你如果只是用嘴巴講的話 這個契約就還沒有成立 那剛剛有提到壽業 為什麼怎麼口頭就成立呢 它也是因為 像我們剛剛有提到 我什麼時間要吃 然後多少錢 然後訂什麼餐 大家都訂好了 所以這個東西 它基本上契約就已經成立了 就算是只是口頭說 它也是成立的 那跟金額高低呢 就未必有關係 那這個愛告的話會 最差最差的話會 這個基本上就是賠償 這基本上屬於民事的一個賠償責任 那像這種金額不高的話 我們當然一般都會 還是會先從調解下手 我們不會立刻就走去法院 對 因為那個根本不划算 來 接下來我們進行 下面第五題請出題 第五題 車禍賠償怎麼算 車禍 這常有大家都碰到的 對 這真的太多了 碰到小差狀啊 最麻煩的其實不是修車 而是後續的這些賠償跟救責的問題 不然人受傷啊 或者是說車子怎麼修啊 這些問題 那我們今天有一個特殊的狀況 提給大家 如果一台超跑跟機車發生車禍 雙方都沒有受傷 所以我們只要處理 車損的賠償問題 警察調查以後認為 超跑過失比例佔了80% 請問 當我們要究責賠償的時候 機車的車主會碰到什麼情形呢 A 不用付任何的賠償金 B 要負擔部分的超跑維修費 對 台灣法律就是 你大車碰小車一定大車輸先輸嘛 或者你車碰了摩托車碰到行人 也是摩托車輸嘛 對 所以你還碰到超跑 超跑雖然負80%的責任 那機車車主會碰到要什麼情形 不用付任何賠償金 還是要負責部分的超跑維修費呢 請選擇 都是說B 都是說要負擔部分的超跑維修費 那A 那A賠摩托車沒幾萬塊 B要賠他幾十萬 對啊 不可能不用付 因為不用付的話 大家誰敢開超跑出來 而且才有超跑 超跑沒有超跑險 可能摩托車有保險 你的意思是說 摩托車賠的部分也是 保險公司賠嘛 如果有保的話 對啊 那你選擇A不用付 不用付啊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沒錢了吧 只有兩個女生 那兩個女生都說不用付 女生對超跑可能比較好 不是 因為 因為你既然都已經有保險 已經有超跑保險 而且你既然會開超跑代表你很有錢 一定有保險 就不用摩托車付你的 而且他開超跑一定有錢 一定有錢 那幹嘛摩托車還要付錢 他也有可能 他是跟車行租的 租車常常撞得一塌糊塗 沒看到 租車來都不知道那個系統 性能跟系統 拚命不要 所以超跑會出現狀況 不是你的車會出現狀況 撞得一塌糊塗 這新聞比一比皆是 好 賀錢 是是是 因為他剛剛講說 有80%嘛 那所以機車車主 還有20%的責任 所以他應該多多少少還是要付一單 還是要付一點 會不會他就付20%的費用 應該不要 那也蠻多的一張超跑 給你 我給你摩托車整部好了 真的 我這個是修有修150萬 能付的20%是多少 30萬 超跑要修150萬 隨便便修都很貴 你是要找修二代嗎 算了 好了...80萬就好了 你維修到80萬好了 就五分之一啊 就也要16萬啊 對 對 肚立 一定要有人付錢 我覺得就是 就算你這樣子撤禍 如果發生這種東西 至少要拿一筆錢拿出來吧 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這樣的話 可是你說不用付任何賠償 就像你講的 你超跑開有錢 因為我滿歧視的 不是 我們沒錢 歧視有錢還是... 不是啊 就仇付啦 十幾萬對來講沒什麼 可是對我們來講可能已經... 對啊 很痛耶 我們讓律師來講 到底答案是什麼 由於選 都選B了啦 可以調解 是 正確的答案是 而且的話 大概就是要負擔那百分之二十 而且其實這個題目最主要就是 要提醒大家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你說 其實在法律上有點硬 比較硬的地方就是 如果我們真的判斷出來 我機車的責任是百分之二十 那只是個比例嘛 可是人家的損失是兩百萬 那我百分之二十 我就要負擔裡面的四十萬 那我雖然... 所以我雖然說我責任比較低 可是因為他的損失太大了 所以我要負責的 其實反而還比... 對方需要為我負責的來得多 所以如果... 這是有可能的 我摩車修兩萬 一樣他負八成 他負八成 那兩萬他給我一萬六 然後我要負他四十萬 對啊 這是我... 這是我剛剛講的 你不要百分之八十 整台我都給你換新的 對啊 這真的要提醒大家 你弄多少八萬 我給你10萬 來 來 我這台會不會死 對... 所以沒事不要開超跑嗎 不是 要閃超跑閃 對 閃 所以為什麼超跑 隔壁都沒有車 你每次開出去很寂寞 旁邊都閃好遠 你開始... 第一次注意人都撞到 這個不會死啊 對 今天大家學一點法律常識 好不好 謝謝律師 謝謝... 謝謝... 好 兩組比賽之後 陳恩家族呢 是三十萬 小梁家族二十萬 陳恩為A組 進行A組三十萬 獎金挑戰 今天兩個家族呢 你們都沒有獲得獎金 在這個排行榜 但希望繼續加油 A組三十萬 B組二十萬 可以插花 第一題請出示三個答案 一起講 一 認真打遊戲時 二 剛洗完澡 三 修水電時 請出題 把握好時機的話 就能展現自己的性感魅力 請問女生覺得男生 在哪一個瞬間 會超級性感的呢 認真打遊戲 剛洗完澡 還是修水電的時候 計時開始 這是什麼 水電工 水電工吧 對啊 打遊戲的時候其實還滿性感的 沒有沒有沒有 打遊戲很幼稚耶 女生還討厭 女生討厭死了 打遊戲很幼稚 像我是 我是剛洗完澡的時候 覺得自己很興奮 因為有水珠 我覺得剛洗完澡 你是一直在看鏡子 然後自己在那邊洗 真的嗎 不是 遊戲一定不可能 因為我老婆 我自己會打遊戲 但我老婆很討厭我打遊戲 超討厭 超討厭對不對 那她洗完澡跟修水電 哪一個你不可以 我覺得剛洗完澡的時候 我是還沒有修過水電 水電其實有可能 因為你在用力的 你在用力嗎 那時候那個肌肉會出來 我覺得修水電 有比較有機會可以展現 這樣子修肌肉線條是不是 八 七 六 有沒有超過 五 四 三 要超過 你們學水電工 水電工 修水電的時候 B主題 C 修水電三萬 為什麼 因為修水電的時候 因為你洗完澡出來 你就是 萬一有的時候肚皮比較鬆弱 你們還會覺得很有魅力嗎 對不對 當然是修水電我們 就很Man 很Man 然後馬桶不通 我們把它弄好了 水龍頭漏水龍把它修好 你當然會覺得我們很棒 對 萬燈泡 對啊 你當然會覺得我們很Man 我其實不認同 我覺得是剛洗完澡 結果你剛洗完澡 你會想看嗎 那修水電就很想要罵你 然後說這個上次就沒有弄好 搞到現在才這樣 那種感覺啊 就洗完澡才會帥啊 對啊 然後你看那個 不是那種像那個什麼法比歐 他們都會很愛秀那種 法比歐沒有穿過衣服 所以他洗完澡好看嗎 好看啊 他是不是 他可以啊 還好啦 三萬的 三萬的 修水電 不好意思 好 請見 兩性專家表現 女性通常會覺得 男性在運動流汗時 和談論到自己的專業時 非常心感 而修水電時 剛好就結合了這兩項優點 不僅表現對水電的專業 讓女性打從心裡佩服 修理時汗流夾背的樣子 也會讓女性非常動心 就是非常專注在修理這些家務 修水電功夫 為什麼常出事 是嗎 這來我家的都不是檔案 來 接下來第二題 B組有23萬 請出三個答案請請 一 審查未過的言論 二 爆紅的影音影響 三 沒有才藝的網紅 請出題 最近迷音這個網路用語相當流行 請問迷音指的是什麼呢 計時開始 迷音 這個我就不太懂了 對 是什麼 迷音梗圖嗎 迷音 好像有聽過耶 對啊 一定不是沒有才能的網紅 應該是前面兩個 我覺得中間 因為中間比較像是在講 迷音就是 暴紅的影響 我覺得 暴紅的影響 它是暴紅 我覺得應該是 有審查未過的言論嗎 就是它不是對的 那會審查嗎 大家講 我們現在講影音這麼多年 你也是 我覺得是 你一定是 影像 暴紅的影像 我們終於有共識了耶 第一次有共識了 第一次有共識了 我覺得有共識才會危險 五 沒有要插花 來 請準備剪好 直接剪 請剪暴紅的影音影像 3 2 1 Yeah 迷音喔 一詞 本來是指病毒的擴散現象 而在網路上指的是 網際網路上被大量宣傳或轉播 一舉成為備受注目的事物 像今年暴紅的非洲歡樂台觀 就是一種迷音 你迷上它 因為什麼迷上它 不是 迷音 迷思 一個現象 擴散的現象 大家一直轉發 好奇怪 有時候東西一樣的東西 這個該紅就爆紅了 對啊 有的也是 你覺得滿好笑 它就還好 對 對 第三題了 請出示三個答案請下 1 130歲 2 150歲 3 170歲 請出題 曼秀雷敦是許多人 從小用到大的藥膏 請問曼秀雷敦的小護士 其實已經幾歲了呢 不是 太難了 那這樣一定不在了 對 已經老護士 130 150 170 一定是不在 算到這裡它是幾年了 我跟妳說170 真的嗎 怎麼 學護理的 我得靠你 為什麼 因為曼秀雷敦的是綠色的 然後 對 對 名字是因為顏色嗎 170我們就說 為什麼 因為曼秀雷敦是綠色的 妳就剪綠色的 好 她的意思是說 是不是 因為綠色 因為曼170是綠色的 綠色的 我的媽呀 那你大概知道 它這個藥是 什麼年代出來的嗎 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 有可能是在戰爭時候發生 10 9 戰爭 8 7 6 5 我覺得150 150 來 請解沒有插花 請解 沒有插花嘛 請解 聽老婆的 請解 170歲 剪掉 她選了170 3 2 1 2 3 3 好 130 130 創辦人 艾伯亞利三大海德先生 發明曼秀雷敦軟膏 創立西元1889年 至今130歲 最早是公給外國傳教師 帶到中國 日本等地 至今曼秀雷敦軟膏 以及世界各地成為 每個家庭生活當中的 必備養廟 所以那個小護士的畫像 就等於她創始多久 對 就是1889 1890 130歲 小玉 第二棒來請 太難了 好難喔 太難了 好的 來 第三題 請出示三個答案請講 1 可以刺激味蕾 2 可以改善膚質 3 沒有營養價值 請出題 有時到高級餐廳 會看到食物上 或是保養品上 會有金箔 請問下列哪個對金箔的敘述 是正確的呢 是可以刺激味蕾 還是改善膚質 還是沒有營養價值 計時開始 可以說沒有營養價值 真的 沒有營養價值 它純粹好看而已 可是它為什麼可以刺激味蕾 它沒有刺激味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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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說正確的 因為它上面是想講 是正確的 正確的 所以金箔應該是沒有營養價值 沒有營養價值的 它只是要 只是好看而已 只是好看而已 它是刺激你的感官 因為這個我對金箔完全沒有 我確定 刺激味蕾 因為它的影像 它會讓你想要吃 一個尊榮的感覺 對 所以它完全沒有營養價值 它沒有營養價值 10 8 可是7 可以改善複質 有差嗎 你要不要 1 3 2 來 你選擇 沒有營養價值 沒有營養價值 3萬 為什麼我這麼決定 因為它那個 我們看那種很多警匪片有沒有 那種那個小偷 它不是人家要抓它 就把它吞下去 吞進去 然後就出來 出來就剛好也是完整的 根本不會被吸收 也不會被溶解什麼的 所以它就等於一點 營養價值都沒有 所以你說吃完也是最後變大便 就出來了 沒有營養價值 一點都沒有 好 來3萬塊來解 請見沒有營養價值 3 2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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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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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接下來第四題了 請出第三個答案選項 1 自己學識不如人 2 沒聽從老師的教導 3 沒有進到孝道 請出題 台灣人很有禮貌 常常將對不起放在嘴邊 請問最早時是為了什麼 才會說對不起呢 自己學識不如人嗎 還是沒聽從老師的教導 還是沒有進到孝道 即使開始 對不起 對不起 應該都是對不起自己 我覺得所有對不起 應該都是從家裡開始 所以應該是從 沒有進到孝道 孝道 家人開始 學識不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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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齊家治國平天下 齊家先嘛 所以 確實好像沒有進到孝道 先講自己先 對 家好像是我們先接觸到的數字 對 因為以前 以前我就是家裡 如果拿筷子 沒有拿不好 就會被擋 然後我說對不起 從那個開始 是這樣嗎 所以聽起來怪怪的 對不起爸媽的教導 是這樣子 有插花嗎 是 沒有插花了 沒有插花 請解 沒有進到孝道 3 2 1 8 8 9 學識不如人 對啦 還是對不起自己 對不起說法之一 來自中國古人 古時候 古時候的人 常常喜歡利用對聯的方式 來比較他的學問 進而分出了高下 所以被對方出的聯考 考導的人 會為了表達自己 學識不如人 被難倒了 就會說對不起 意思就是對不起出下聯的意思 接著慢慢流傳於後事 演變只要得罪人 無論在學問或謙虛 都會很禮貌地跟妳講 對不起 對對子 對不起 對不上 對不上 對不起 你出了上年我對不起 我對不起 我對不起 我含文就對不起 對不起 好 接下來艾寶 好 你吃 艾寶 完蛋了 對不起 對不起 對穿腸 對穿腸 我出幾十兩血 各位 第四題 請出示三個答案請教 一 想聞自己的味道 二 安撫情緒 三 手沒事做 請出題 專家研究發現 人類都有不自覺摸臉的行為 請問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為什麼要摸臉 想聞自己的味道 還是安撫情緒 還是手沒事做摸臉 計時開始 答案總 可以討論 安撫情緒 安撫情緒 你覺得呢 寶貝了 你有說摸臉 我覺得是安撫情緒 在焦慮嗎 對 就是因為就是 摸臉應該是一個 比較無意識的動作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要不要問一下老公他們 你們覺得呢 手沒事做也有可能 手沒事做也有可能 哪時候想跑 就手很鹹啊 但我覺得這個 這題很個人化耶 對不對 然後剪刀在你手上 你自己 想聞自己味道怎麼 你會變這樣嗎 會這樣吧 你會這樣吻一下 你會吻一下嗎 應該是這樣吧 喂 那個手不一樣 對啊 我覺得 所以你們覺得是 手沒事做 倒數計時 10 安撫情緒 你覺得是安撫情緒 愛寶要選擇 不差嗎 5 那你可以選擇一樣 沒有差的 愛寶選的是 安撫情緒 1 3 2 1 3 想聞自己的味道 什麼 摸臉我想聞自己的味道 我們是常常思考會這樣 對啊 從來沒有 沒有這樣子 這樣子聞自己的味道啊 英國皇家學會 評論文章指出 摸臉可能是獲取自我 和他人嗅覺資訊的途徑 也就是說 摸臉可能是嗅覺行為 研究認為人們聞到自己的手 是一般不會直接聞到手本來的氣味 而是會聞到一些額外的香氣 例如說香水味 還有洗手那個 一些洗手液 它會有它的味道 肥皂什麼的 由於人類摸臉的頻率較高 無論是主動或是潛意識 摸臉聞氣味的過程 其實是找尋自我的認同 還是是英國人在講 好特別喔 沒有想過 來B組有26萬請就位 B組26萬人提了 客群要大聲跟老婆討論 好 還有跟情敵也要討論 謝謝 剛剛他們在那邊等的時候 還兩個在那邊互相自拍 真的是 真的看不下就對了 對啊 我想說他們兩個很像一對 對啊 第一題請出三個答案請講 1 江大謙 2 蔣經國 3 不陪美 請出題 台灣第一款 有牛肉塊調理包的泡麵 滿漢大餐 是在誰的指導下開發的產品呢 計時開始 這真的 這是送分題吧 這是送分題 對 這三個名字主力都不認識 第一題送分 你們三個都不認識 對 三個都不會認識 那你有認識嗎 他不會認識 我當然認識 那你覺得呢 對啊 我覺得應該不是富培美吧 富培美是不是 他有到滿漢嗎 滿漢是不是清朝 富培美好像太簡單是不是 還是怎麼樣 因為是清朝 小燕哥引你做電視的經驗 你說富培美是清朝 清朝人是嗎 不是啦 滿漢是不是清朝人 你怎麼比杜立還不懂歷史呢 等一下 好啦 我覺得可能是送分題 會不會就是富培美啊 因為他 他照理說應該是 因為富培美老師 才是在做廚藝的嘛 做廚藝老師 因為滿漢大山那時候 經國先生在嘛 對 張大謙更不可能 張大謙是畫畫的 對啊 經國先生也知道 會不會封面是他畫的 七 封面 張大謙畫滿漢大山封面 應該是富培美吧 來 菁姐 富培美 3 2 1 富培美 這題是賭大家對年輕人 對富培美不認識 對 社會對富培美到底是誰 如果知道就變很簡單 他是美食料理 他的節目播很久啊 對 最常售的節目就是 最早在播料理 什麼行蘭這些廚房的 都還沒有 他最早教大家做菜的 是台式 所以這個問老人就對 他就知道 對問老人也是有 富培美老師啊 對 經國先生那個泡麵 還沒出來喔 對啊 對不對 懷舊達人張哲生表示 1980年代 正逢台灣經濟起飛 就是民國69年 70年 71年 我們剛退伍的時候 當時社會開始出現 吃泡麵不營養的意思 一是原發人員聘請 當時台灣最有名的 烹飪專家富培美老師 請他指導研究 研發人員如何去調配出 營養的素食麵包 素食麵料理包 富培美老師開發出 充滿肉塊的調理包 完全改變了泡麵的型態 你看一次也吃幾十年 真的 現在麵野的型態也改變了 現在都賣那些手工的那個 什麼泡麵上面還有雞腿的 都有 都有 那個肉塊已經不稀奇了 對 但是泡麵還真好吃 真好吃 對 第二題了 請出示三個答案請 一 康熙 二 法國路易十四 三 英國伊麗沙白女王 請出題 請問下列哪位君主 是目前歷史上 有確切史書記載以來 在位最久的君主呢 是康熙還是法國路易十四 還是伊麗沙白女王 即使開始 怎麼樣 感覺是不是康熙 這個 杜麗也可以參與了吧 伊麗沙白女王多久多久 對啊 國際上的 那個很久 很久 可是康熙好像也很久 對啊 是 對啊 伊麗沙白女王 不是現在這一位吧 是 他一定想這一位 是現在 就現在這一位嗎 對啊 就現在這一位 我以為現在這位是二四 還是什麼 康熙好像也很久了 真的喔 對啊 杜麗你覺得呢 我都不知道耶 那你來幹嘛 因為他是美國人 他是配八八八八 英國的歷史 法國的歷史 他也可以唸吧 他有沒有美國人啊 不好意思 你也可以 我也可以唸 你還問人家來幹嘛 你跟他一樣的啊 你也在美國讀書耶 好 康熙嘛 好 天讚請 五 四 三 好 沒有插花 你選擇康熙 康熙在位是六十一年吧 六十一 四喔 六十一年 六十一年 有入獄十次不用講了 但絕對不在現象 對 那伊莉莎白 他現在不是已經 八十九歲 八十幾歲 如果你往 八十幾歲到九十歲 你扣掉六十等於 他二十歲繼位六十幾年 所以我會選 伊莉莎白 我會選莫伊莎白 因為他現在還繼續在做 因為他還在啊 對 他現在假如九十歲好了 他三十歲前就繼位了 那是不是超過六十 所以現在是可以換的意思嗎 不行 來 請解 康熙 六十四 六十四 這陷阱了吧 這路易十四 法王路易十四 從1643年到1715年在位 期間72年 對 又110天 是確切記入在世界歷史當中 最久的主權國家君主 康熙在位六十一 我剛剛講了嘛 英國伊莉莎白目前是67年 是目前在位君主 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 也就是說這個題目出到今天 伊莉莎白的女王 是沒有辦法贏過 對 那個72年的法王 可能 要再五年 但有機會 但並不代表以後 他沒有辦法超越她 對 這是到今天的題目 所以答案是 法王路易十四 六年後他就一定贏了 對 那就是他 以後要趕上他很難 對 他目標是72年 對 對 好 謝謝大家 請也謝謝兩個家族 來到我們現場 我們要送你的是 侯麗爽的軟糖 卡羅拉的氣炸鍋 百夫長的旅行箱 打開衛視中文台 歡樂亮起來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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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 謝謝大家